究竟,什麼是潛意識? 人,有沒有靈魂? 社會上這麼多奇形怪狀的狀況 催眠,多重人膠 毀上身,換膠,夢境 是否有得解釋的呢? 人畫已經是科學和靈性結合的時代 心理學教又怎麼看呢? 我是安靜 逢星期日中午12點到2點 我會在城寨練心術中告訴你們 剛才我們說過台灣選舉 蔡英文是亞洲第一個女總統 好像不是,好像是貝羅齊爾 華人社區就是第一個女總統 巴基斯坦貝羅齊爾好像是第一個女總理 不是印度金地夫人也就是 是嗎? 南亞也有多,印尼也有出過 是嗎? 是嗎? 但是蔡英文的特別之處之前 有些法國的傳媒都提出了 她的特別之處就是 她不是某人的太太 也不是某人的女 也不是某人的遺相 她真的是自己一個女性 不是深陸 是 你可以這樣說 四大天王也是黨外運動裏面 受過國民黨的迫害 是 譬如呂秀年陳水扁 是當時的律師編會團 未來島事件 是未來島事件 再做一輩施明德 許信良 甚至因為未來島事件 中立事件而 有些是逃亡 流亡海外 施明德坐牢 然後出來 其實也是時不外遇 開放黨禁上台的 就到陳水扁這代 而不是施明德這代 就是跳走了 陳水扁那隊 就是最慘的那些 受了最多的就是他們 就是在老長年代 結果真正上台是陳水扁 蔡英文其實是由李登輝提拔的 當過陸委會主委 當時也不是太多人去認識他 大家的印象都覺得他是一個 講話好像一個學者 不是太多人去看得到 他將來的發展 走到今天這一步 也很明顯在陳水扁之後 民進黨出現了一個危機 因為陳水扁之後 整個民進黨是道德危機 就是搞得臭 也什麼都做不到 也搞得臭 只是把整個台灣陷入了政爭 就是像六八九那樣的狀態 後六八九之後 就變成蔡英文有一個時機 可以什麼呢 就是去集結他自己的力量 而他自己的力量 因為他正正在傳統深陸裏面 他沒有一個很深厚的人脈 他沒有四大天王那種的人脈 那種派系 所以反而他用人 就可以 自由一點 自由一點 去提供一些技術官僚的人 在民進黨裏面的技術官僚的人 還有專業一點 還有看東西 就不是純粹從黨的角度去看 所以你看他的幕僚 一直以來輔助他 其實他很有趣 他四年來 每個星期都跟核心幕僚開會吃飯 去他家吃飯 就是一直看政治問題 社運 整個選舉的策略 怎樣部署 就是這樣來整合他自己今次競選的團隊 你看得到 其實跟傳統民進黨那種政治選舉 是不同的 我覺得 多了一些人民色彩在裏面 亦都是 比較軟 你留意蔡英文說話都是很軟 還有整件事是很文化的 你看他的文宣 那些片 反而是很進行的 跟那個時代的接拍是很接近的 你不會覺得很歐 就等於他點亮台灣的口號 本身最初出了網上的宣傳 任何一間IT公司都可以用 是 正如沈旭暉之前 指出了朱立倫敗選 然後敗選 那些音樂都歐 真是鴛鴦蝶夢一樣 44秒那一刻 那一刻 真是厲害 即是音樂的音樂 國民黨的藍 還有最噁心的 就是青天白日翔那條圍巾 圍在頸上 不知所謂 我真的不明白他們是很慢的 真的 那些梯的東西 勾了就勾了 沒有辦法 勾了不要緊 勾了扮煙 才退入 老人遇上Facebook 你勾了不要緊 你不可以送楚瑜 我就是勾了這個法 不會像他們那樣 你看到那條國民黨 青天白日旗的圍巾 真的想死 我都不明白有什麼人穿得好看 然後朱立倫的副總統 那我用一個髮型才令人害怕 我覺得 黃什麼元 副總統拍檔 很吸引 大佬 一勾完工之後 他的頭髮好像一個頭盔 那樣 我覺得真的 真是大鑊 但是我覺得另外 蔡英文是一個特別的 除了他的團隊 不是那麼多的派系式衝 之外 我覺得他這次也跟他 一直在服務 在2014年的台北市長選舉裏面 去找公民社會去做自己的支持 你看香港的政黨是很少的 坦白說 泛民 他視為競爭者 泛民曾幾何時 其實是來自公民社會 你問李永達 陳偉業 馮檢基 很多是民協出身 民協當時是散兵的公民運動 他在區裏面做公民運動 是維權運動的人 在社區裏面 社區發展 我們叫做CD community development 的那種出身 但是他們很快選擇去選舉 議會政治 然後慢慢疏離於公民運動 你可以這麼說 在港英年代 整整90年代 就是香港整個居民運動衰落 公民運動衰落的那段過程 因為那些龍頭 三十多歲已經撤了 被建制和行政吸納了 被行政吸納了 他們當時很年輕 而很快 公民運動就培養不到人才出來 每個人都只是專注於議會政治 但是大家都知道 議會政治那台戲 是英國人做出來的 一個政治表演場所 是讓大陸人看到 這個就是所謂的香港民意 也讓大家看到 英國人治下有民主 但是真正是很Draconian 那個權力其實仍然是很殖民的 根本 總督權力是相當之霸 法例也是很colonial 但是他的劇本很噁心 但是他演戲的人很厲害 這個就是英國人的分別 就是用Tom Cruise來做一個超人寫的劇本 這樣 這是英國人很厲害的地方 但是泛民就是信以為真 回歸1997年之後 都是用這種方式 他不懂得知道對手改變了 在共產黨 共產黨是要噁心的 要重口味 他不扮紳士 也不需要演員而鬧 黃振文也很傻 真正爛仔的一個是你老闆 為什麼我們現在不喜歡做紳士 因為你老闆是爛仔 所以大家就開始 慢慢勾了就是這個原因 其實你想想 由蔡元村反高鐵到現在 其實他們還沒有覺醒 所以我反而覺得 這些人好像是一些公民社會 或者社會人士 是一種對手 而不是一種合作夥伴 不是 你看今次的區議選舉 都沒有的 我訂了是這樣的 其實都是這樣的 而且不只是個別候選人的問題 而是整個政黨發展 在香港的民主發展裏 你如何操作自己 以黨的利益為先 個人的事業為先 還是以整體香港的民主發展為先 如果你是以個人的利益為先 就不用談了 因為我沒了工作 我沒得錄 這樣就沒得談了 我就要拿著立法會的那份工資來做事 你就要坦白一點 你不要說到 慢那麼踩在下面的人不行 你說那叔叔是要賺錢的 只要你籌救期每個月給我十分 可能香港人願意籌期叫你不要選 中籌叫你不要選 中籌叫你不要選 如果不是 那你就要操作自己 如何改革黨 如果黨是老化的 是有大老文化 四大天王這些事情 你要藉助愛力去改革黨 所以我就說 有時候有些事情要學 看這麼多次選舉 為什麼每一次看完回來 除了葡萄和花生之外 還有什麼可以吃到呢 或者是吃了一些形狀 那些噁心不是吧 那些噁心不是吧 那些做世大會可能是這樣搞的 有些什麼 那些就是張榮光的水平 肯定是 肯定是 要有音樂在口裡 要有Live Music 趁著那個音樂 趁著那個音樂 我怕他們學了閃靈樂團 到時興姐 變成低音結他 穿皮褲長香 真是麻煩 低空 真的 不穿都是低空的 問題真是麻煩 在今集節目結束之前 就要講一講 我們這個 城寨 就是這個 PayPal籌款 就啟用了 昨天就收了一位聽眾 打電話來 打電話來問 為什麼沒有這個城寨的 staff聽電話呢 他們真的沒有staff 我相信這個很大誤 我們整個口說 上市其實是騙你的 實際上我們是沒有自己的staff 也沒有任何的 這個establish的東西 除了一個 在書店裏設置的直播室之外 我們也有一位 負責的監製 就是這麼多 城寨的access 我們也沒有十多萬 去租高科技數碼講的寫字 也沒有百多萬 去裝修直播室 大家就不需要再質疑 我們怎樣做大或者發展 我們發展做大就是做好的節目 我沒有打算做大 城寨給人的印象就是很多剝牙佬 而我們在城寨裏面 都希望像一班剝牙佬一樣 專門剝外面 整天說 真正做的什麼呢 就是用心做好的節目 就是這麼多 當然也是需要大家支持的 所以我們上個星期 開始每個節目 我們都會重複 就是說 希望大家可以在PayPal那裏 用多多益善少少無缺 就是去支持我們城寨 你去到我們的網頁 就是Singjai.hk 裏面就會看到一個捐款的不勤 批進去之後 你填了 就不要馬上離開 然後呢 就填了Email 電話 就會進入PayPal那裏 反應不錯 自從星期六 我們在三不管 然後星期一 就在這個推股 就用這個 叫善欄式 叫人捐錢之後 爛銷式叫人捐錢 大家是不同的star 我們就是比較懶有型 喜歡的就捐 不捐的話 不捐的話就沒得聽了 大家如果聽了一段時間 應該支持 希望可以繼續做下去的話 我覺得是一個表態來的 不在於錢的多少 而是你表態覺得 當你覺得主流傳媒已經不堪入目 而我們這些傻佬仍然願意 去講出我們自己是看法的時候 而你認同這個行為 認同做這件事 我希望你們可以捐助我們 這個也是一個素人的力量 我們不會高估我們的收視率 是會高於心美小儀 但肯定可能會高於 I love you boys 加上鄭玉玲 我肯定的 好 甚至我覺得會超越當年 我和陶傑做光明頂的收視率 這麼厲害 對 坦白說 我們除了YouTube 又有iPod 又有iCast 又有香港網台 又有 我未看過Apps 還有一個Apps Cast Core Cast Square Cast Square Cast Square 其實是統計不到的 已經去到我們沒有能力統計 是的 所以變成了 我們認為素人的力量是什麽呢 亦都可以把很多想法 扶諸實行 扶諸實行 也不是純粹是 扶諸實行 是對現實政治有影響 所以區議會選舉之後 我們有在談會 有一些和地區政治有關的 新節目推出 之後我們上個星期也構思了 一些新節目 希望亦都發揮素人的力量 那不是大家坐在這裏聽 聽完之後笑 就是一個這樣的關係 而是一個 可以這樣說 是一個媒介帶動的運動 而這個運動其實 是對現實政治 希望可以帶來影響的 亦都是我們做這個城寨 當初 為何會想到城寨的名字 就是一個抵抗基地 如果大家有記得的話 我們經常講日本的動畫裏面 這個工學機動隊 以及Matrix裏面 其實反抗軍的基地 其實是參照香港的城寨 去搭出來的 其實我們終於不幸言中 就是外在的環境越來越惡劣 沒錯 地球越來越危險 所以我們最初退書也想到很嚴重 誰知道原來連書店都失蹤了 失蹤了 而可以不告訴你它去了哪裏 可以是荒謬到這個地步 所以也覺得 很多人問是否會灰心呢 其實我覺得過去一年 大家都是很壓力的 以及很抑鬱的一種狀態 很抑鬱的一種狀態 但我覺得不代表大家抑鬱之後 什麼都不用理會 我記得當晚蔡英文敗選 當晚我看他的發言 其實我也記得 他說我們可以哭 但我們不可以灰心 我們不可以放棄 因為最後那個利路是最難走的 其實你會想到 我經常說 政客很多時候說一些很漂亮的說話 喊口號 但是真正每一天去做好節目 去做好一個 他作為一個政黨領袖的角色 其實是每一天的工作 而不是說尾光燈下面 最輝煌的那一刻 如果你經過每一天這樣做 而你贏出 你不會怎樣激動 其實我覺得 因為那是Routine 而你覺得那件事 在你計劃之中的事情 就不會突然間中了六合彩 你明白嗎 好像突然中了港姐 在哭了 所以如果大家 無論你是吵鬆的聽眾 或者是其他節目的聽眾 我覺得認同我們的信念 也不是支持哪個主持人 我覺得城寨這個信念 是想大家可以走下去的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 在財政上捐助我們 多少都無所謂 這集時間差不多了 下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 城寨是香港真正沒有大台 沒有糾察 只有群眾的地方 一班來自五湖四海的人 使出十八官武藝 施展混身解數 大家正在看的是城寨 我是劉世冷 嘩 天才一席 bid… 台節目 冨龍 失敗